Speaking 各位親愛的鄉親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謝謝你們 其實從美國回到台灣的這幾天 也開始在各地 浮選跟鄉親見面 那感受到很多台灣鄉親 給我的溫暖支持跟鼓勵 那鄉親們也給我很多的意見 很多的見言 連頭髮要不要剪 意見都很多 要不要染也有很多的意見 但是最後還是自然就好啦 當然 我今天 能夠受到賴副總統的邀請 擔任 未來 總統副總統的競選搭檔 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責任 這一條路 也需要走得長遠 有大家 給我的熱情 溫暖 跟鼓勵 讓我更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今天來到這裡 有責任 有責任 來跟我們鄉親們報告 為什麼 作為台灣人 在賴削配的領導之下 我們可以對台灣的未來 更有信心 美琴過去這三年半 在美國拼外交 我更知道 這個世界 是怎麼在看待台灣的 是怎麼美國 跟很多民主國家 那樣要疼惜台灣 那樣要挺台灣 第一 就是因為台灣人爭氣 因為台灣人值得 台灣人是世界上 最良善慷慨的 世界上哪裡 有災難 哪裡有困難 台灣人都願意伸出援手 我們是世界最良善的力量 台灣人對民主的堅持 也是獲得全世界的肯定 不管是自由之家評比 台灣在亞洲 是明烈前茅 國際的透明組織 也肯定 台灣反貪腐 也是明烈前茅 接下來台灣的經濟表現 更獲得全世界的肯定 所以現在拜登總統 跟其他國家的元首高峰會 都一致的聲明肯定 台海的安全 是全球繁榮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標記下 世界不能沒有台灣 表示台灣是重要 台灣是值得支持的 對不對 因為大家爭氣 對不對 第二 是因為大家信任 蔡英文總統的路線 蔡英文總統穩健的帶領台灣 世界上各種的風風雨雨 百年的疫情 在遠地的戰爭 造成世界的通膨 經濟的動盪 全世界面臨很多的挑戰 氣候變遷 但是台灣在這當中 能夠不斷的成長 甚至是加倍的成長 在蔡總統任內 大家看到她的穩健 蔡英文不會冒進 不會挑釁 因為台灣人民 是愛好和平 愛好民主跟自由的人民 但是同時我們面對壓力 我們也不低頭 我們知道 我們面對壓力 要靠著壯大自己的實力 才能維持永續的和平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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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